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物 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人们的一生都有歌声为伴 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 欢乐时住行 难过时释放伤悲 劳动时提神古今 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 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 面对人世的无常 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 这些天然之音 不经过雕琢 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他们跨越语言和地狱 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首群传去东晰牧场后 留在定居远的老人们闲了下来 查干阿德尔格村的达瓦 约了雀下和普尔巴两个老朋友 来祭拜敖包 为家人和孩子们祈福 总是真是有独行的 家人有独行的 不想践了 那樁不是 有独行的 有独行的 � disaster 小马氏 我一个人是 是 加圳 外出 在 亲 三个老伙计所在的村子 隶属于蒙古魏拉特部 崇尚勇武精神 以前在冬天暮闲的时候 家家都要唱英雄诗诗 姜格尔 西班冬人 是不像我俩一人 就找到我家可以去 就有本事 可以把我家都购乱了 我已是为了 在那里有事 我看你用铁花族 对她讲 凡丽花族 她的东西不用了 我把你几 buck淡 消费让你参与 你没有为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达瓦带孙子 迪拉达尼登巴扎尔来向他 年轻时 达瓦马艺高超 在纳达木大会上 赛马夺过冠军 他深知 真正的赛马手 要从驯服自己的马开始 从未被人骑骑过的尔马 野性十足 这是尔玛第一次带马饺子 草原人赛马一般都不用安配 马饺子是迪拉唯一的安全保障 很多迅马手都被甩下马背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功 年轻的时候被达瓦驯服的猎马多了 他熟识马兴 经验老道 他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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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达瓦驯服的猎马 你熟了 你比达瓦驯服的准备 你参加这个猎马 你比达瓦驯服的准备 你比达瓦驯服的混贤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现在我们的生活会认为 我们都在这边 我们都是在这边 他们都在这边 我认为你们 如果你们来个人 我们来们去 我认为你们回来 他们飞被人家 他们出售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 打听到牧场上有一位年轻的姜格尔艺人 雀下动身去找他 雀下从小养马 家里的畜群交给儿子后 雀下唯独给自己留了几匹马 虽然已经是76岁 还是像过去一样争强好胜 找到了羊群就找到了牧人 找到了羊群就找到了牧人 每年冬天草原上的牧民都要把畜群转移到冬季牧场上 为了畜群的防寒避风 所选地方一般都在山谷或盆地中 俗称冬窝子 演唱姜格尔的人称作姜格尔旗 尼玛出自姜格尔世家 也是国家籍非遗传承人 他的爷爷家朱乃 是当地最为德高望重的姜格尔旗 姜格尔是产生于蒙古族魏拉特部的英雄史诗 描述了以姜格尔为首的英雄 为保卫家乡与邪恶势力蒙古斯战斗的故事 每年牧弦的时候 牧民都会请姜格尔旗来家里说唱 姜格尔旗只用一把脱步秀儿琴做伴奏 一个人能唱几天几夜 按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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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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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